三 二 三 八名警察站在岸邊 將泡在水裡的白色機車打撈上岸 這不是有人丟進水裡 而是有搶匪為了演面證據 故意將一張車丟進水裡 有兩人的 是要轉動的 我不要不要 穿過的東西都變出來 警方圍繞在黑衣男子身邊 進行收身 他在兩天前半夜的時候 先偷了白色機車 接著騎著張車到處行搶 搶匪自以為聰明 半夜穿黑色運動外套偷機車 白天又換裝穿上羽絨外套 刑搶後再脫掉外套 總共刑搶了兩名女子 得手了7500元和手機一支 為了要躲避警方的追氣 繞行了30多公里 在刑切機車前就穿一套服裝 並在取得翻案機車後 又改成另外一套黑色服裝 案件發生在高雄30號下午 接連有兩名女子報案 都被頭戴黑色安全帽的男子搶劫 嫌犯刑搶後便裝又繞路 共繞了30公里 最後將所有的東西丟進盒中 以為自己的計畫天衣無縫 這名男子疑似因為沒有工作 沒錢花到處刑搶 警方找到他時 將搶來的錢花到只剩下3000元 全案將一搶奪和切到等罪嫌 移送法辦 記者吳國珍 劉怡婷 高雄報導